巴勒斯坦两股多年来关系不和睦的主要政治势力 哈马斯和法塔赫初步同意设立一个临时 非政治性的委员会工作机制 来管理加沙地带的卫生、救济、住房、社会发展和教育问题 至于委员会的人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代表 星期三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 双方初步同意设立一个临时的非政治性的委员会 来管理加沙地带的生活服务 消息人士说双方同意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将仅限于管理拉法口岸 并为加沙地带人民提供包括食品、药品、教育和卫生用品等 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服务 预计委员会将由10到15名部署于任何巴勒斯坦派别的委员组成 成员人选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有消息透露 鉴于以色列和美国坚持结束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统治 法塔赫和哈马斯达成成立委员会的协议 将挽救不断恶化的巴勒斯坦局势 另外根据埃及官方金字塔报报道 哈马斯与法塔赫代表星期四将继续在开罗进行会谈 去年10月7号爆发的新地轮尾巴冲突已经持续一年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已经造成超过4万2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近10万人受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